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停板 而且聖誕節快樂 甚至今天是週五 週五還要更愉快呢 所以今天聖誕節的情況之下 先問大家一件事就好了 你是我家族成員 你一定會感受到 聖誕禮物的一個氣氛 先問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你有沒有掌停板 你有沒有聖誕禮物 你有沒有感覺到 聖誕節快樂的氣氛 甚至能不能了解 聖誕節現在最強勢的 未來產業在什麼樣的地方 甚至2021年的前景 所以我說 其實參加隊的家族 在聖誕節的時候 真的不用聽平安夜的鈴聲 你看你馬上就可以感受到 什麼叫做第一手的真正的訊息 什麼叫做第一手真正的訊息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提到說 現在全市場裡面 只有我第一個跟各位提到說 鋰礦可能跟第一銅 你說老師真的還假的 第一銅從這個十塊錢 砰 漲到二十八塊 當然你說要漲這麼多 我認為可能性不高 因為畢竟 那麼這是六十幾塊錢的股票 但是就整個產業面上面來說的話 鋰可能複製 同這種缺工缺料 甚至價格大標的一個經驗 等一下我們要跟各位來談這個 這是我今天先分享大家的聖誕節禮物 而且今天不只分享這些 在這之前還要跟各位來提一件事情 請各位真的必須要好好重新去思考 千萬不要在外面聽到說 黃靖哲老師是生技專家 除了生技以外他就不會 那我問你這叫什麼東西 電動車 我在股票市場當老師 當了二十三年了 那麼生技股市民國九十五年才有 一百零三年才紅 請問各位 那除了這兩年以外 我在靠什麼吃飯 除了這兩年以外 我會有做什麼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一件事 每一個產業你要看到的是 這個老師在這個時間點跟你談 他最大的一個用心 所以我今天聖誕節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也非常的認真 這件事情用心跟認真 無論如何 不管你看生技股 不管你看電子股 還有現在看電動車概念股 你一定要能夠了解 甚至我都是在前一天 剛好時間來做一個預告的 我說今天聖誕節 真的是要跟各位來分享聖誕禮物了 第一個 蘋果現在介入電動車的市場 掀起大波瀾 鴻海現在也介入電動車市場 跟玉龍做了紅華先進 甚至台塑昨天宣布 進軍電動車市場 我說這些個股在電動車的一個帶領之下 都非常的有機會 等一下我會給你介紹 而且請各位把昨天的節目 還有等一下要跟各位印證的 來看看我昨天是不是跟你預告 還有昨天來拿資料的朋友 我給你預告的是不是美肌嗎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 然後各位注意一下下 今天大方一點 聖誕節嘛 沒有聖誕老公公是不是 聖誕老公公得新冠肺炎是不是 來來來 我這就是聖誕老公公 知道沒有 來 電動車上路 注意 上路這兩個字 他要上路就需要這個關鍵零件 有沒有在這裡面呢 你自己來看就知道了 我想我們等一下慢慢的跟各位來講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黃靖哲老師最重要是用心 該跟你講生技股的時候 該跟你講新冠肺炎的時候 注意喔 新冠肺炎還沒結束喔 尤其是我必須這麼跟各位講一件事 倫敦已經淪陷了 不久之後啦 你看到美國應該也會淪陷 至於個股怎麼表現 那個時候再來講 那這次是在新冠肺炎 武漢肺炎的一個威脅之下 經濟繼續成長 因為有武漢肺炎上面會丟錢嘛 中央也會丟錢嘛 那丟到哪個產業 哪個產業就爆出來 懂我意思了沒有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一件事耶 在現在你所看到的 紅海 蘋果 還有現在電動車 突然之間啊 你認為是突然之間 我倒是覺得他們是故意的 在等特斯拉漲到一個高度 讓大家注意的時候 然後趕快募資啊 包含紅海 包含玉龍啊 玉龍今天漲停啊 玉龍就送你啦 我說這些電動車的關鍵零件 正好是誰最多 台灣最多啊 所以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講說 15分鐘跟你分享一檔 電動車相關的概念股 而且呢 我們必須要搭上現在最夯的叫做什麼 叫做礦場啊 礦場因為缺工的關係 你看銅礦 銅礦不是說今天銅 以前銅值多少錢 現在怎麼同樣一塊一個銅 怎麼變這麼多錢啊 我要跟你講不是只有讓你賺第一銅 第二銅啊第一銅的媽媽都讓你賺錢啊 為什麼可以變成這個情況 就是因為外面有肺炎啊 大家不敢去挖礦 你知道嗎 各位來看一下 這是標準的南美地區的啊 新冠肺炎肆虐 南美洲挖礦功能短缺啊 南美是地球資源的保護啊 包含銅錡旅土啊 甚至包含鯉在這裡啊 看到沒有啊 所以沒有人去挖的時候 那價格自然就漲上來了嘛 所以銅礦一旦大漲的時候 其實我就在想 銅礦旁邊就是什麼 就是金礦 像智利就是以所謂銅礦最出名 但是智利也有鋰礦啊 智利隔壁的玻璃 我也要鋰礦更多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是告訴你 鋰礦如果止跌的話 那不得了 這就是各位要看到的情況啊 同時呢請各位留意哦 我都會給各位有均線糾結本身的一個預告 我說這個礦產止跌而且產生缺工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們不是今天介入美期嘛 是這一天就介入 但是今天呢 家族成員再次 而且是找盤的時候 切入康普 立刻攻上掌停板 這就是聖誕節啊 這個才叫做聖誕節 你說老師哇怎麼可能呢 怎麼缺市場 我告訴你 別的老師不夠認真了 你看一下這支股票 昨天只有我在我們的節目 給你暗示了 當時沒寫上這個字 那麼昨天只有在非凡的股市現場 我講出來的 這叫江西幹風離業公司啊 江西簡稱幹 大家很清楚啊 誰不拍聽啊拍聽啊 他從三個月之間從48塊錢 今天早上破100 昨天中國大陸的新聞 已經都在談說 江西幹風的離鐵 可有可能會衝過100塊 今天早上 昨天是98.98 今天破100 各位 那請問一下 這是不是就應該實至名歸了 你在別的節目裡面 有看到這個相關性的新聞嗎 如果今天大家要拼電動車的話 最重要是什麼 叫做電池 電池如果重返高峰的話 不得了啊 台塑也要拼電池 鴻海也要拼電池 Apple Car也要拼電池 特斯拉 那更不用講了 之前 據說他已經 買下相關多電池本身的一個行列了 這就是我跟各位所提到的 然後 所以 今天來的投資朋友 我們先直接講 預告的好了 來 這是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股票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說 技術面的話 標股九大要領你要先學 你剛剛沒看到嗎 均線糾結 是我們常常幫各位提到的 還有什麼 跳空回測是我們常常跟各位提到 這兩個還包含洗盤這些 等一下我們再提好了 這兩個是最容易在標股裡面 發現的重要技術面的訊號 親愛的投資朋友有沒有跳空 有沒有均線糾結 有沒有符合標股九大要領 今天來是有這個資料要跟你分享喔 今天來是有這個資料要跟你分享喔 你說老師那會不會像第一桶一樣 哇長成這個樣子長得好開心喔 我說不知道 但是我這麼告訴你一件事 那麼至少可以這麼開心好不好 至少可以這麼開心好不好 而且今天有很多電動車的概念股 一檔一檔的都已經先行來做創新高了 以勝可以先跟你講沒有關係 因為以勝是鴻海當初的一個起點 那麼以勝是做車用版 車用底板的模組的 但古代叫做黑手黑手啦 黑手是誰 黑手就是做汽車的嘛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喔 台灣不管內湖地區相關性質的工廠 還有台灣的電動車供應鏈 還有一家叫巧新 上櫃的你自己去看看 那麼基本上來說的話 其實台灣供應鏈是非常之完整 每一家公司啊 你各位看到沒有 魏樹也在說 我也有電動車相關的觀念 知道嗎 最近又在講第二個觀念 每一家公司都跟車在想辦法連上關係 我希望這份資料呢 你又想辦法趕快能夠拿到 那麼今天啊 特別是接下來是假期喔 假期當中其實我做股票 分享給各位最重要的經驗是什麼 一個是用心 一個叫做認真 如果你跟我一樣用心認真 你從這裡面就找到自己想要的股票的話 我祝福你 因為股票市場裡面我們上來講 有兩個目標嘛 第一個目標就是讓看電視的人 你真的也能夠賺得到錢 那我就很開心 我真的必須要講 那麼假如說你看了資料之後 或者說你看了節目之後 覺得會有點跟不上 我沒有很小氣耶 我有很多股票都第一次就跟你講 等一下我們第一段 這一段會跟你說明 只是你到底了不了解 敢不敢跟啊 這次很不容易 我跟你講說 各位看到沒有 美其馬我今天第一天就讓你跟啊 電動車這些準備第一天就讓你跟啊 這也是第一天就準備要讓你跟 你自己看一下技術面 第一天就準備要讓你跟的股票啦 那剛才是不是有看到 均線糾結的狀況 第一天就要讓你跟啊 這是美其馬 美其馬是第一天讓你跟吧 那這一檔股票要準備第一天讓你跟啊 如果我第一次漲停板 不要說什麼 其實你來找我就是我來幫助你做第一次漲停板 如果你自己能夠看資料跟上去 看節目就能夠賺錢 我前幾天才在房屋仲介公司碰到一個 拿著恆大的錢去買房地產 拿著賺恆大的錢去買房地產 從每一個價位啊 因為畢竟 假設你明天去買美其嘛 67塊8以上了嘛 對不對 明天去買康普啊 68塊以上了嘛 你不要說老師我昨天跑去買第一桶 我昨天就告訴你 中國大陸要打銅啊 要打鐵啦 你除了進了第一步之後 我們一路一路給你盯到賣掉 等一下我們會跟你講 包含了各位看到2388的威盛 我是不是讓你賣在威風上市的第一天啊 結果大賺之後 大賺六四天賣休息很好啊 拉回來再買啊 這是你跟我們的目的啊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跟各位說一件事情 等一下呢 我還是這麼告訴各位 15分鐘之內 請你務必無論如何打通電話 我願意跟你分享所有的資料 但是我這邊也會跟你強調 你今天如果拿到這份資料之後 你覺得非常的贊同 願意加入我們拍拍手 大家心心相應 那麼我也這麼跟各位講 你接到這個電話 我們公司的服務的人 當然會問你要不要入會 這是他們的工作 也是他們的責任 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 不要的話把資料看清楚 我話跟你講明白 我也不會叫他們說 趕快說跟你多講兩句話 不用 今天來大家就是用這個方面 來交心好不好 你今天打電話來 你願意你就跟他們說願意 你不願意你就說 你很清楚的要把資料給拿回去 你要參考 你要再思考 由你來做決定好不好 尤其是 我不是沒給你畫龍點睛喔 如果老師這麼多檔 應該選哪一檔 我不是沒給你畫龍點睛喔 歡迎各位 今天我們的資料分享 只有今天啊 我希望大家聖誕節以後看到我 老師那一年聖誕節看到你好開心喔 對 希望都是這個感覺好不好 休息一下 請你趕快播動專線 好 好 趕快帶穗 圣诞铃声与圣诞佳节 运达头部68直升特别区 超值 真超值 太超值 请您速播专线 022781 0909 2781 0909 三倍卷 小KISS 占星3.0 超值又加料 给你鱼吃 再送你吊肝 轻松获利又练就一生功夫 刷在线 022781 0909 022781 0909 市场唯一 生技加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超越市场 趋势大师黄老师 当冲阵中 时间密码 当冲加波段 双向获利 刷在线 022781 0909 2781 0909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册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册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连动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其实各位印象当中应该也知道啦 那么许多比较大的电视台呢 那么要访问都访问静哲 那么许多比较大的电视台呢 希望写稿发现新的股票都来找静哲 而且呢 我总是在第一个关键时刻会给各位讯号 但是请各位一定要想办法跟上来 当然了 你说老师啊跟我讲 我跟你讲你也不敢上车好不好 十月十五号 我说那时候拜登应该可能会当选了 你要注意哦 避开拜登当选的受害股票 那受益的赶快要大减便宜 是不是受益的 是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告诉你说 哎呦这地方就已经先拉上来 这地方就已经先拉上来了 因为呢那么川普希望中国大陆都不要有HPI这种高度运算 都不要有5G啊 你还记不记得抓华为的事情 所以是不是在关键时刻告诉你答案 同样的 而且是不是第一支涨停板 我现在问你是不是第一支涨停板 我其实不是没有告诉你 是你必须要等到这个时候你才看到这里 那么拜登当选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 跟这个武汉肺一模一样 你要等到什么这天的时候 这天你就一直看事情 那威信不想会不会涨 威信不想会不会涨 威信不想会不会涨 来 各位看到没有 威信刚好在这里 你的啊 老师威信今天拉回来 我快讲不下去了你知道吗 跟你讲第一根 你可不可以 你知道第二天第三天第三天 老师没涨 第四天又涨停 第五天又涨停 第六天又涨停 这里又涨停 这里又涨停 涨到什么 涨到威风上市的那天啊 是不是这个样子 等一下我们来复习嘛 等到威信四支涨停满之后 我工作是不是完成了 你不要说这个时候我去做四星 还给你点点点点 点点点 那就是过去的事情啊 过去的事情啊 国上市场我当然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做 我不可能永远只缴一支股票嘛 你懂我的意思了没有 我当然是今年生计 我表现得非常的亮眼 其实电子股是因为它一段一段接 其实你很难讲说 哪一支股票涨得特别多了 但是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今天又跟你讲 注意哦 报价概念股来了 看到没有啊 那么报价去涨先行卡位 叫什么 叫做铜啊 是不是在这里 有没有冲上去 前面那段我们在威信 我不要跟你算在一起啊 我没有让所有的人都上车 我直接讲 那有的人有上有的人没上 结果铜这一路上去 我说不得了 铜上去 其实呢 我们还有大神钢耶 所以国上市场可以一档接一档 一直转啊 一直啃啊 对不对 今天跟你谈什么 昨天跟你谈到什么 谈到梨矿了 梨矿了 是不是啊 我没有直接给你讯号啊 说这个叫做缺工啊 均线纠结啊 我说今天拿这张图均线纠结是 是真的是想办法真的跟你讲说 我真的没有带你追高 我不像别的分析师 像你参加以前的分析师 反正股票赏上来就给他追啦 追到就是你的 追不到是他的 有的时候追下去刚好整理 浪费时间 懂我意思了没有 有的时候倒霉一点追上去的时候呢 那就一路掉下来 然后就更惨 做股票不是用追的 我一定是等机会的时候用布局 比方说老师那我昨天听到 哎呦赶快去追威胜 我真的是叫你打败气 你知道吗 各位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是不是均线纠结的时候跟你说 是不是一样 这是威胜后面的那只股票啦 威胜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还在均线纠结的状态 第一件事情嘛 你不买第二支你不买 第三支也不买 第四支还在不买 都已经跟你讲威风了 第五支到了第六支 你说老师真的太棒了 我来捧场 你不觉得六支停满相加多少 五十一%呢 我们一支股票拿一百万放进去 已经变成一百五十万了 你觉得我会员朋友 我现在不要讲我 我的会员朋友会不会 不听我指令自己卖了 很多四支停满自己就开始偷卖 我都直接告诉你 这是你当会员的权利 我没有权利干涉你 卖了之后如果继续涨你负责 所以我就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啊 股票上涨很多人也是怕啦 跌呢也更怕 不会涨呢 就傻啦 那我今天都给你机会了嘛 你看到没有啊 台湾在特斯拉的年代就有这么多的供应链 有做扣件的 扣件就是螺丝 康普在这里 有做这个合金啊 连跑车啊 老师那个还Poche的跑车啊 那个合金都是有巧心做的啊 那包含宾室的齿纹箱啊 这个都是核大做的啊 其实茂连也不只做特斯拉 只是它特斯拉比例比较高 而且现在有很多连接器出来了 甚至包含群创做中控台面板 不用群创连红达店都做过他们的面板 对不对 那么台达店啊 康书啊 所以台湾本身来说的话 有非常完整的电动车的供应链 那你现在看到没有 哇不得了 这些通通都要跑来做电动车了 谁 苹果说我要做Apple Car 苹果真的很厉害 你特斯拉长大是不是 你继续长继续长 长长大 对大没关系啊 我慢慢的研究 你特斯拉再能够做不赢红海 红海三百万大军 红海说红海我比较会做手机 没关系我找玉龙来帮忙 玉龙做这么多年了 里面的工人什么 黑手一个比一个还厉害了 对不对 玉龙只缺什么 缺像苹果这种智慧 给他灌输智慧财产权权嘛 所以玉龙其实不是说 引擎什么不会做 只是他这些电的东西比不赢人家嘛 所以他们一结合起来不得了 台塑说你不要忘记了 我们台塑女婿做过台塑汽车啊 你忘记了吗 以前我做台塑汽车的 我现在呢 没关系台塑汽车没有人说 人家只给我买塑胶 我现在跳过来做电动车啊 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 有的时候股票市场里面 它会发生的事情是一而再再而三啊 所以我不断地跟各位提到说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一开始啊你都是不信啊 你不信的话后面你就真的不用赚了 我说连这个你都不相信 我就真的没你的发现了 你说老师要写英文的 要写英文我就没发现了 你好不好去念一下英文 那中文什么是 万马奔腾铜续创新高 这样够不够铜价不回挡 钢铁要大涨 然后我还把原因告诉你了 我说哎哟 做股票有些事情我必须要这么形容 别的老师是把自己当神 我不是神啊 我说句实在话一点 我看到这种股票在涨的时候 我说去年多少 去年赔三块四块 最高赔六块 你说今年负成这样子 你说马上就要变成赚三块 我真的心理上我没办法接受 那种突然之间赔很多 突然变赚很多 这种爆发负啊 这种爆发负型的股票 跟这种爆发负你真的猜不到 那种跟中奖一样 连他们公司自己都猜不到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当他一旦涨上来的时候 我甚至是告诉你 船一涨 这个什么东西都要涨 船一涨后面一定有原因 结果一查下去 原来台湾呢 拥有健康的身体 可以去码头当工人 可以去什么 可以去铜矿当工人 干嘛 所以别的地方都不行啦 来 这样你去你也不敢去吧 挖矿本来随时矿倒下来 就是没命了 你看那个智利 常常在出现矿灾啊 那智利是铜跟什么 跟铝啊 是最大的产国之一啊 隔壁的玻利尔雅啊 都是在南美洲 铝产能更多啊 南美地区啊 现在缺什么 缺这个挖矿工人啊 为什么 新冠肺炎肆虐啊 他去了可能会 不要被 不要被 没被矿给压下来 这样讲实在是不太急 没被矿给压下来 那光是得 呼吸都可能会敲辫子啊 你不想想看 庞培奥的夫人今天得病了呢 庞培奥的夫人坐在 坐在官邸里面都得病啊 那么马克宏 法国总统坐在总统府都来得病啊 川普不是一样坐在总统府 不是一样得病了吗 谁敢去上班啊 所以昨天彭博社的人来台湾说 台湾根本跟天堂一样啊 台湾根本跟天堂一样啊 这个就不用再多说吧 至少搭个便车这总会吧 圣诞节呢 各位 圣诞节呢 这如果算一个蛋的话 你有几个蛋 你有几个彩蛋 股要市场里面 我们必须要这么说 我常常跟我的会员朋友 跟我儿子跟我太太都讲一下 不可能赚下所有的涨停板 但是趋势一旦发生的时候 趋势一旦发生的时候 一定不会只有一只骨鞘涨上来 趋势一旦发生的时候 这个事情短时间不可能解决嘛 你说我现在找一些不怕死人来挖晃 不可能啦 你敢不敢 你不敢 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呢 从所谓的铜晃之后 接下来铃晃是最可能嘛 因为铃晃之后 我是在整个电动车里面应用最大的啊 你说老师 好了我今天不想跟你要资料了 我说怎样 听你这样讲 我明天买美期嘛 感谢捧场 我就直接再形容了 差很多啦 好不好 差这么多啊 人家六十几块买的 你现在六十七点八 你差这么多 那如果明天后天你又追到高点 然后又震动 震动你又出场 结果后来又涨上去 每次都这样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啊 我跟你讲的股票 都是那种第一只涨停板 我说过今天来 我说真的一件事 你跟我家族成员没有相差多少了 有没有符合九大标股的药理 跳空 军线就结 有没有 有这个是最明显的证据嘛 绝对不会跟你讲说 我给你什么二叉叉叉叉这样 第二个 电动车相关的零组件 有没有 今天要跟你分享 同样的 这里面是电动车相关的概念 这三份资料都会给你 而且我现在还是讲得很明白 如果你打电话过来的时候 我们以这个原则为主 第一个 快乐的分享 今天圣诞节大家快乐 第二个你愿意加入 那么我们工作人员 这是他的责任 他会告诉你说你愿不愿意加入 他会输这些所谓的 这个参加表给你 你愿意你当然跟上来 你顺便祝老师圣诞快乐 我也很开心 唱一首歌让你听 叮叮叮叮叮叮 对不对 同样的 那么假如说你说 我是要先看资料的话 那你就看看 我也是这么跟各位讲 我们绝对不会去给你 啰啰嗦嗦多讲几句话 我只希望说这次来讲的话 希望大家都能够分享到 圣诞节的快乐 这份资料无论如何 请你务必无论如何拿到 因为现在电动车正夯正红 这是圣诞节叮叮叮叮 连续掌停掌停叮叮叮叮 最明显的产品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 掌握住这份资料 顺便掌握住我们公司里面 给各位圣诞节最大的佳节 超值的专案 请各位想尽办法跟上来了 咱们圣诞节快乐之后再见 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圣诞铃声迎圣诞佳节 运达头部68直升特别区 超值真超值太超值 请您速播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三倍创意比赛 小case 占星3.0 超值又加料 给你鱼吃 再送你吊肝 轻松获利又练就一身功夫 创意比赛 02-2781-0909 02-2781-0909 市场为一 生计一家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超越市场 趋势大师黄老师 当冲正中 时间密码 当冲加波段 双向获利 创意比赛 02-2781-0909 2781-0909